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逸 宣腾多时的巴拿马文件 终于在5月9号星期一下午完整公布 目前各家媒体都在当中核对各国的政治人物身份 有些香港媒体以中文拼音 还有公司登记的地址 认为某些中共官员可能涉嫌拥有海外账户 除了已经被曝出的邓家贵、李小玲、张小燕的人之外 还会有哪些中共高官以及家人牵扯进去呢 而中国对巴拿马文件目前采取否认以及批评的态度 完整版的文件出炉之后 中共还能够继续忽视吗 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 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云超 北风通过skype视频从纽约采论节目 北风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云超博士 韩博士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人线已经开通 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第一题我先来请教一下韩博士 我们看到之前已经爆出就刚才我们讲了 包括像李子丹 还有跟薄熙来股开来都有关系的法国人 叫多威尔 他们都有境外账户 还有张高丽的女儿张小燕 这一次的完整版里面 我们还有看到哪些更多的玄机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少其他的这些 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系的这些家属 亲属或者直接这些官员 那么他这次的所谓的完整版 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个 这一次曝光的文件和过去他们已经有的 两个数据库融在一起 那么差不多有32万个海外公司在这个数据库里头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人的姓名 可以根据国家来搜索 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因为中国人的姓名 它不是以中文来在那个数据库里头 都是用拼音 拼音的话有很多非常相近的那些一个姓名 是很难判断这些人是不是中共官员 还是同名的其他的商人 但总的来说 中国设计的这个所谓的海外这个公司 差不多有4000多个 事实上这个人员也差不多有3万多 最多的可能还是香港的这些个海外公司 香港有5万多家这样的海外公司 所以说现在很难看得出来 到底是哪些人设计在里头 但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巴勒马这次文件 透露出来这个所有能够搜索的这个数据库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路图 只要真正愿意去查就能够顺藤摸瓜 找到那些个违法的失常财富的洗白 这个张钱的这些贪腐官员 好 那我请问一下北风 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 其实这个文件公布还不到24小时 所以说大家来查其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来做交叉的对比或者举证 那在你看到目前我们看到有些媒体他们就是用人民去核对 但是他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那在你来看来我们看到他目前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 他是以人民跟地址去核对之后 他认为说中共这个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 工业与信息化部长这个苗鱼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王政伟等等 他们认为他的名字跟地址上都是有可疑有嫌疑的 那你怎么看这份新发出来的完整版的文件呢 ICIJ其实这个现在也不能说是完整版文件 因为它里头隐含了一些银行的账号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信息 并且它是和2014年那次的迪安公司的资料放在一起来提供查询 我想这种做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ICIJ 也就是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再发起的一次人肉搜索 这个类似的做法其实在2009年英国卫报也干过 他们怀疑议员们补贴有问题 所以他们把差不多10万份的议员的补贴文件全部公布出来 让英国民众帮他们找这些议员用的钱是非法的 我想这次ICIJ的做法也跟它类似 因为对于媒体来讲只有300个深度调查记者 他们可能很难有精力 特别是在中国来讲没有可能很难查出什么问题 但事实上如果发动广大网民来查 广大网民可能熟悉他身边的一些人或事情 然后以此为线索切入去查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其实我们在一个多星期前 西党媒体披露出来的恒大地产的负责人许家印 跟贾沁林的女婿李伯潭之间的离岸公司的合作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就是说从高官本身未必能直接作为切入点 一些大的商人作为切入点 反而有可能有意外的结果 特别是从他们的家人入手 那至于就是说像港台媒体报道 就是说现在在数据库里头发现 很多人跟这些中国高官的名字的汉语偏译一样 那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这些高官 但是在我看来 其中值得怀疑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他举的例子 例如王振伟 例如陈雷 这种名字在中国太常见了 但是有一个人绝对是值得查一查的 也就是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 因为楼这个姓在中国 其实是在百家心里头排到接近300 跟我这个温信差不多 全国总共也就是20来万人 能够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 能够在离岸公司注册 这种地位的人其实屈指可数 所以这种两者相符的可能性 显然就比其他的名字高了很多 但无论如何通过这种名字搜索 作为切入 然后试图寻找一个关联 都是值得努力的一个尝试 是 韩博士我想到说 之前我也听到这个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 这个巴拿马文件 负责中国这一区的一个女性记者 她就说因为 她以前 他们这一次曾经找中国媒体 要配合 但是没有人敢跟他们配合 那她自己因为曾经在这个 中国地区曾经做过采访 所以她比较了解 但她也提到说 就像刚才北风所提到的 要去核证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 不可能直接用自己的名字 就去登记 甚至连自己的家人 她都不愿意让他们涉嫌 所以可能是有裙带的关系 商人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所以说在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这一次涉及 这一笔资料库的 有3.3万的中国人 所以说 大概会有多少的人 是有可能 像刚才北风所说的 有可能会涉案 那么他刚才所说的 像这种比较稀有的姓氏 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它查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 中国的这个商人 官商勾结的可能也非常大 他跟海外的 其他的这个 像香港 香港也可能比较多的 因为很多是中国公司 像李嘉诚的名字 对 李嘉诚 但是我想 因为很多 过去很多 这个离岸公司 他的确有他的合法 适用这个模式的一面 但中国大部分的商人 我想主要还是帮助洗钱 帮助这个 这个转移非法资产 避税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个内容 可能也存在 但不是主要的 那这些里头 当然我们慢慢的挖掘 会挖掘出来很多 像记者呢 他本身 他不具备研究 财政 罪证的这些个 这个能力和渠道 所以他只是根据一些 表面上的一个现象 来搜索 那么这个要真正搜查 需要靠什么 可以叫专家 进行财务取证的 财务取证的一些专家 来搜索 这个就需要一个是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和西方很多政府 在巴勒马文件透露之后 马上就向这个 全球联盟 记者联盟的 已经发出请求 要跟他们来分享这个证据 主要的目的就是 为了进行一步的调查 那么中国政府恰恰相反 就是封锁这样的信息 那么他们应该主动的 建立一个专案小组 来对这些人进行追查 尤其是对他们这些 领导干部 这个涉案的这些 亲属 进来调查 来洗清自己 对不对 那所有这个里头 现在差不多涉案的 有当前 全世界这些首领 和前首领 首脑的这些人有12家 12个人 那么有60多个小孩子 他们的孩子 是直接涉案里头 中国的这个九个常委 还有可能更多 在这个里头有一个人 一对夫妇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就是李小玲 过去李鹏的这个家族的孩子 她这个女儿是一个 大唐的副总经理 她本身就是一个官员 她的老公也是一个官办公司 国企的一个官员 这两个人通过设置 层层一层一层的这样的 来那个什么 来收取这个回扣 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违法的 而且这个证据是摆在表面 摆在桌面上的 不需要任何人去调查 一看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记者联盟 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文件 已经公布出来了 很多其他的文件 他这次公布的文件 并没有连带 所以很多东西 你不可能查得很仔细 他们两口子这个情况 非常非常明显 怎么样再来底 来这个狡辩 也不能解决问题 非常清楚 就是收取回扣 而且在自己当官 边当官 边为自己谋取私利 这这样的人 就是实际上是变相的 侵图国家资产 这些人不进行追究 我觉得你追究谁啊 所以这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些人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去深挖的 马上就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中共拒绝对这些人 进行追查 我觉得这很让我失望 在我们接近观众朋友来电之前 我在请教北方一个问题 刚才这个韩博士所提到的 像李小玲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话 既然也就这么多的证据了 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在 专注所谓的反腐的行动 海外的猎狐 那如果连这样子的案子都不办的话 是否他的反腐是假的呢 我想对国内很多的民众来讲 他们其实也是看在眼里 然后记在心上 也就是说当局不断地宣称 自己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和反腐 但事实上李小玲的贪腐证据 这么清楚地摆在台面上 就跟刚才韩博士所说 既然中国当局对此无动于衷 这个普通老百姓里头 当然自己有判断 那你高层的反腐 目的就是权力斗争 这就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 并且我也曾经在 推特上公开上说 只要一天李小玲不被调查 和不被追究 那这个反腐就是为了权力斗争 这是一个案子 一个势力就可以振佛的东西 但是对于中国当局来讲 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做切入口 首先他很难用 李岸或者是这种巴拿马文件 这个作为调查的切入口 因为这个初一发动全身 另外一个作为李鹏系 那么的背景雄厚 他也不敢对李小玲下手 这个就是说 是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 导致的一个后果 而跟巴拿马文件这些东西 其实相互的关联性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是 好 谢谢北风 我们线上几位观众朋友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 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请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请说 我觉得可以请嘉宾 调查一下刘云生的问题 现在借助人民日报 就是说扭曲习近平的讲话 唱空中国经济唱空 中国故事 造成古民暴街 就为了给他们的儿子 刘乐飞报仇 因为他被撤职了 中心更深的互动 我觉得他的问题 应该是在现在 中共关联里面最严重的 而且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斗争 就是把你和习近平有过节 你们两人单挑选 但是你把一币都中 上海堂先生不好意思 请问您对习近平的讲话 关于所谓的党内阴谋家 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谈 你们会讨论 欢迎您在明天打电话进来 我们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彭先生请说 您好 这个发了门文件 揭露了以后 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北信 我们觉得很高兴 就是说 有些东西我们根本平时 没办法知道的东西 只有通过翻墙才能够知道 可惜中国的那些翻墙的那些 能翻墙的那些网民 并不在多数 在此时此刻 我特别特别期待 谷歌公司的那个 全球的那个那个 那个Wi-Fi计划 如果他们的Wi-Fi 就让绝大多数的中国 中国老百姓 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了以后 会倒逼当政 当局者 他们必须要做出反应 他们是现在采用了 这种鸵鸟政策 或者是否认 我的个人意见就这样子 另外我今天刚刚听到 这些人姑娘说 今天是黄先生 黄玉先生 最后一起做那个 那个时事大谈谈 我对黄先生 表示深深的敬意 因为黄先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先生 他很严谨的工作作风 我祝愿他在新的港外上 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谢谢 好的 谢谢广西的彭先生 感谢您对我的这个意见 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江苏的龚先生 龚先生 龚先生您好 嗨 您好 你好 我觉得这次的巴拿马文件 应该是江泽民机场放得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圣家贵以前就已经 在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前 他已经就是把那个资产已经 是等于说是已经处理掉了 然后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 谢谢 好的 谢谢江苏的贡献 那我请教一下北风 刚才您刚刚讲的说这个反腐权力斗争 这些贡献有另外一个看法 他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要拿出来打击 是江泽民要拿出来打击习近平的 您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别说江泽民了 就是再加上习近平 再加上刘云山亲几国之力 我想他们也编不出这么多的巴拿马文件 这总共将近一千多万份文件 并且里头已经披露的 已经被证实的资料 包括像宾岛的总理 包括像英国的首相 包括还有一些政治人物 你这个中国要编的话 其实这个难度已经相当高 除非有外星人帮忙 那当然就是刚才广西冯先生也提到 就是说现在中共当局 其实只考做鸵鸟战术 就是说完全屏蔽这个消息 但是就我在微信上观察 基本上所有的巴拿马文件发布之后 微信上都是铺垫盖地在传播 我就不相信当局能够完全屏蔽掉这些内容 这些尽管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内地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对待和处置 也就是说有关当局 并没有依据巴拿马文件提供线索来调查 但是老百姓心里头 确实是因为巴拿马文件 埋下了更多的不满的情绪 这些东西总会累积 总有一天它会爆发 是 谢谢北风 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 韩丽辰博士 刚才彭先也提到了 这个在老百姓的心中 埋下了一个种子 那我们知道是说 中国官方目前的这个 一方面是封锁它 那无法封锁的部分 它就批评说这个文件是美国诸道 或是有阴谋家 但是我们看 然后又说是西方国家的阴谋 但是我们看到 文件公布之后 反而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受害 先是冰岛的总理下台 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受到质疑 因为他父亲的这个钱 现在巴西总统 巴西一边要准备这个办奥运 一边总统要被弹劾 所以其实是西方国家受害 所以中国政府 中国官媒的说法 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毫无道理 就是这是他们自己 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个贪腐 制造的一个说法而已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美国政府 没办法控制的 就像刚刚乃峰讲的很对 中国政府编造也编造不出来 就江南民体系 要编造这个东西 不可能的事情 但它之所以能够爆料 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份爆料 这个爆料只涉及到 这一家律师事务所 你想想背后还有多少 是吧 这个但是它是它四十多年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 差不多一千一百五十万 离岸公司 这个公司 这些 这一个爆料的内部的这个人 他是知情的 他之所以爆料 他也发表一个宣言 他说我爆料就是觉得 好像收入不公平 那么很多这个犯罪行为 大的公司 律师事务所 执法犯法 帮助这些人来收藏这个罪证 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公 所以把它揭露出来 它不是向美国政府揭露的 而是向德国的这个媒体 来揭露的 德国媒体把它转给 一家报纸 转给这个全球新闻联合会 让他们来进行调查 美国呢 只有一家这个媒体 来参与这个调查 其他都是世界各地的 别的国家的这些记者 和调查这些来进行调查的 所以呢 所以你说是 这是美国阴谋的话 很难讲得过去 那么受害的 就是不是受害的 这些人呢 就是说这个 包括西班牙的这个工业部长 对不对 他也下了台 那么现在可能还有 更多的这个发酵 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想把这些个 所谓的这些逃税 偷税漏税的 把这些公司啊 个人啊 都把它绳之以法 然后呢 很多美国的这个国税局 一再的这个宣布 那些没有在这个国税局 宣告自己 登记了海外的资产的 那么赶快要进行登记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 启动了调查 所以这个事项对美国来说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它是欢迎出现这样的事情 跟海外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关系 那么销出所谓的避税天堂 从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经合组织的话 很早就开始这样的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不见得是正确的 因为有一个这个税制的这个竞争 实际上还是有利于市场发展 你如果是太高的这个税收 太高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 有的时候很明显造成那些个 创业的这些个 有些人的 他就不愿意让你那样的把这个 那么多的资产拿过去 重新进行再分配 对不对 这样的情况 他也有一定道理 也有一些需要合法的来运用海外天堂 避税天堂 进行一些合法操作的这些东西 韩波士我想接着请教 因为这中国 这个中共官媒的说法 还有一些中国的这个网民 他们有一些地方可能误解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之所以认为是美国搞的阴谋 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少的美国人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事实不是因为如此 可能是因为美国本身有些州 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税务上的一个优惠 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巴拿摩远界里面 美国人那么少 美国人的公司实际上 你看它的整个在database里头 在这个数据库里头 实际上差不多也就六千多 六千多公司 六千多公司 我想很多可能是合法的 它需要一些个操作 需要一些个那个 当然也有就是在这个税务上的这个策划 它需要把一些税收制进行调整 需要进行一些并购 需要避开一些个 其他国家的一些一个法律规定 来进行操作的一些东西 这个都可能存在 但是设计的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呢 它这个我想可能 原因可能是多种 我想首先一个美国的它的整个的税收 包括政府就是公司税和个人税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 不像这个欧洲的那个百分之五十多以上 这个美国相对来说百分之三十几或者是更低 它有很多这个渠道可以合法的 这个不交更多的税 所以它没有必要的冒那种风险 冒违法的风险 对不对 那美国政府 美国这个地方的美国州里头 像怀尔民州 还有内发达州 都有一些个免税天堂 也有人利用它来进行一些个操作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美国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相反的亚洲 欧洲就是高税数国家 这个比较多一些 是 那北风我想接请教你 刚才你也提到说 这些政商关系也复杂 所以说我可以看出来 可能有一些利用这个商人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这一次在这个案子里面 包括了有这个一个法国人 也就是这个古开来跟不熙来的 法国生意伙伴多维尔 也在巴拿马文记里面出现了 所以是否要去查政商关系 跟中共高官的关系 是否还可能要查到外国人 我想这个就是说 ICHA他向全民公开 这个数据库的玄妙所在 就是像古开来的事情 如果他不是说 在案例当 在他的审判当中 披露了相关案情 和披露了几个人的名字的话 其实外界很难 通过这些人的名字 再把事情倒查到古开来身上 除非有人知情这些人 跟古开来本身有合作关系 要不然直接用古开来的名字 在里头可能查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也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发动人肉搜索之后 就是说大家可以各战其能 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东西 然后很有可能这种 基于个人兴趣的专业的 这种的查询 就有可能将锚头指向一些政府的高层 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包括中国政府的高层 那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一样 在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韩博士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另外一点不要服事 美国的国税局太厉害了 如果试图想通过离岸公司来逃税避税的话 那被美国国税局查到 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后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相比之下就像澳大利亚针对巴拿马文件 他们就成立上千人的一个小组 并且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议算 专门就来查有哪些的跟澳大利亚相关的商人 通过或者公司通过这个避税天堂 离岸公司来避税 并且他们一期能够有30亿美元的收益 我想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的做法 北风我想接请教你 刚才除了这个反腐的问题之外 其实对中国来百姓的心中来讲 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的有钱人富商 或是中共的官员纷纷把钱放在海外 对他们心中来讲是一个什么滋味呢 我想首先就是说 它可能有两层方面的意思 第一就是说对于中国所有的商人来讲 都是有财富原罪的 基本上可以这么讲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发家的钱 或者随后累积的财富 可能都不那么干净 里头至少涉及到一些官商勾结的问题 利益输送的问题 所以这些人把钱移到境外 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 也是一个求一个安全的保障 因为中国国内的现在的司法环境 国内的这种权力斗争 随时可能让一个商人灭顶之灾 包括像大连万达 这种不是大连万达 包括像那个跟薄熙来 有很密切关系 那个姓徐那个商人 也是在死在了狱中 所以像这些事情 都是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来讲 都是或者是 即使是央起国企业家来讲 都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因素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利益动机 把财富转移到境外 当然另外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一些高官 还有他们的子女 还有官员 他们的这种非法所得 贪腐的收入 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方式 去安置这些财产 这个我们也看到 包括像贾清玲的女儿女婿 包括她的外孙女 不仅都有设置离岸公司 甚至他们跟恒纳地产的许家印 都有在离岸公司方面 有业务的合作 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民政 基本上来讲 都是一种不安全感 导致他们做出了这种安排 那对于高官来讲 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就对于这个政权的危机感 我想这个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是 好 谢谢北风 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电话 请河北的李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李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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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对黄耀毅先生呢 表示崇高的敬意 尽管你共之于美国之音 但是你并没有屁股既定脑袋 你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曾经批评过美国政府 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其次呢 我认为巴拿马文件呢 对这个中纪委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但是为什么中纪委 不把他当作一个很好的素材呢 如果你是真心的反腐 如果你没有选择性反腐 如果你不是权力的斗争 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很好的素材 来进行调查 谢谢 再见 好的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那我们就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 中纪委是否应该采取行动 中纪委是否应该采取行动 我不是很清楚 我想可能他们也不会 就是完全不管 虽然公开的他不会那个什么 他至少这些给他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如果是王岐山真的是想反腐 但是我想王岐山的手脚 可能也是被困住了 这个像尤其像李小林这样的 我觉得他是典型的 所谓的十八大并不收手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看他提供的那个护照的这个证据啊 这个香港身份证 实际上是2013年以后签发的这个身份证 身份证表明了就是他在十八大以后 他还是在照样的经营他的海外的 这些一个公司 他的这个海外资产 就是他是十八大以后 没有收手的那四类人之一 那么王岐山呢 应该要盯准他 应该公开宣布成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这个才是反腐的一个正道 是 好的 先韩博士分析 是 北风请说 我想对于中纪委来讲 包括王岐山来讲 我想他们肯定在密而不宣的调查 巴拿马文件涉及到的一些官员和一些企业家 对他们来讲 这种调查未必是为了反腐的需要 这种调查是为了 为他们自己以后的权力斗争 准备更多的炮弹和材料 我想他们已经有庞大的人 在调查这方面的信息 好的 谢谢北风 关于时间关系的 关于昨天公布的这个巴拿马文件 更多的资讯呢 将对于中共的执政 产生何种充其的讨论 我们先告一段落 下一段我们将来讨论 使用中国搜寻网站 而到北京武警医院就医身亡的 中国大学生魏泽西 如果他生活在美国的话 是否命运会大不相同 提醒大家 时时打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还有观众发表 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